翁南方,8月16日,联想集团发布了2018-2019财年第一财系业绩报告。 财报显示,联想集团期内营收创历史同期新高,为119亿美元,增长了19%,这也是联想集团连续四个季度加速增长。 期内净利润7700万美元,同比纽亏为盈,去年同期未亏损7200万美元。 林小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净在业绩会上表示,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跟大家谈到,我们已经看到了拐点,而现在,我们已经成功跨越拐点,进入增长的新阶段。 全速前进,杨元净表示,公司三大核心业务,PC业务,移动业务和数据中心业务,都进入了很好的状态。 有信心未来联想的营收和利润去保持快速增长,尽快回到历史最高的时期,下一个阶段的关键词是加速,转型战略,加速执行。 尽管在弯道行进的过程中,有压力,有阻力,但我们坚持认准的方向,坚持为新业务打造竞争力基础,坚持向客户导向转型。 我们没有基于求成,没有遇到错折旧叫头,而是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绞尽脑汁,不断学习,不断复盘,不断调教,坚持不懈的执行,才有着来之不易的再次提速。 相信随着新引擎的打造完成,我们加速的动力还会更加强劲。 成立于1984年的联想作为中国企业的标概与活化时,30余年一路过坎走栏,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有颇多值得一说之处,而自1989年加入联想,至今依然统帅联想的杨元庆,一直以来临承受于论压力颇大,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联想最失败的掌门人。 在联想的堪贺证程中,杨元庆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? 1964年,杨元庆出生于安徽和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母培养得太严谨,坚韧的性格以及勤俭节约的习惯。 学生时代的杨元庆非常勤奋,自觉,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。 1989年,杨元庆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。 毕业后,加入联想,是公司首次公开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之一。 之后,杨元庆任联想集团3工作站事业部项目经理,为公司洗草的一份投标书,代理IBM德格人计算机。 投出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报价毕竟争折高了一倍,买卖当然没做成,失败却给他留下了第一个销售经验。 原来价格会有这么大的力量,这就是销售的魅力。 以后的三年中,杨元庆都是从最基层的销售做起,默默闻,销售是个技术活,销售不光是靠嘴皮子闯天下, 更是大脑和大脑之间的博异,绝对的技术性职位。 杨元庆在短短三年时间里,从普通人工成长为联想开的部总经理,成功引入分销的新概念,把部门的销售额在两年内,从3000万元增长到3亿元。 1994年,联想集团陷入自有名之争,时任联想总工程师,的默默来主张走技术路线,选择芯片被主攻方向, 而时任总裁的柳传志主张,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,加大自主品牌产品的打造, 秘柳之争水深火热,联想业绩举步维艰。 最终,联想选择的是优先发展市场的路线。 逆光南离开联想,柳传志愿命杨元庆为联想电脑公司总经理。 在杨元庆的带领下,联想自由品牌电脑销量,跻身中国市场前三位。 30岁的杨元庆被称为销售奇菜、科技之星。 1995年,31岁的杨元庆成为联想集团助理总菜。 此后,杨元庆稳扎文达,一年后,联想电脑拿下中国台式机市场第一。 杨元庆的头衔也变成了联想集团副总裁,被外界称为联想的发动机。 它在联想和中国企业界的地位,就是在那场惊心动魄的电脑大战中打下来的。 后来,杨元庆说,1996年是他人生辉煌真正开启的年份。 2001年,柳传志准备考虑退休的事宜,而这时候的联想内部。 柳传志的左党右臂,郭伟和杨元庆,已经没法在一个屋檐下落大勺。 不可调和的业务矛盾,又引发了其他矛盾,层层矛盾就几缠绕在一起。 无奈之下,柳传志将联想集团以分为二,变成杨元庆领导的联想电脑,与郭伟领导的神州数码。 当年联想如果不分开,那郭伟很有可能就会离开了。 那对联想是很大的损失。 柳传志多年后回忆,也是这一年,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,借过了一块刻着四个柳金大字,联想未来的牌匾。 正是就任联想集团CEO一职,但此后,杨元庆的路走得并不顺利。 她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都打了水漂,并排成长面临空前的瓶颈。 外界对杨元庆的质疑生次期,到2004年,联想市场份额下降,联想可能换帅,等说法,一度影响股价。 创业20年的联想再度遭遇世上最大的寒冬。 柳传志多次出面力挺杨元庆,杨元庆需要自证实力,她搞了个大动作,收购IBM、PC。 在几乎所有股东的反对下,连柳传志在一开始都只反对意见。 杨元庆执意发动并购,以蛇吞向,动用17.5亿美元收购IBM的PC业务。 尽管这比收购见效很快,林显在当年成为全球第三PC制造商,年销售130亿美元,随后又超越会符合戴尔,成为全球第一。 但重组还是需要经历低谷期。 在后来的几年里,联想对并购业务的消化几经曲折,2009年甚至发生季度性巨额亏损。 不得已之下,柳传志重新出山,而杨元庆则退回联想CEO之位。 2009年之后,杨元庆始终是一线的主指挥,联想逐渐恢复元气。 2011年,柳传志退位,杨元庆再次接任联想董事会主席,此后几个财年,联想战报都不错。 但2013年中,联想在PC领域,打遍天下无敌手。 院去全球第一,联想在PC业务上的年获利抽空10亿美元,利润率接近6%,但好景不长。 2015年第三季度,联想又陷入聚亏,联想的智能手机业务连连受挫,杨元庆企图在信IBM PC收购案的成功,1429亿美元,收购摩托罗来移动业务。 柳传志还来来马云为其炸台,但终究没有办法重复当年联想电脑的奇迹。 杨元庆本想万大超车败回败局,但可惜,联想移动业务一直迟迟未有起色。 柳传志曾经细称,杨元庆闪长执行,战略层面仍需要学习。 从杨元庆这些年的步伐,柳传志眼光很准,又知名媒体人持宇宙的话说。 杨元庆不是没有战略,他是没有战略定力,紧跟时代热点,却没有一步踩上点。 移动业务落后了,他会骑小鞭子敢移动业务,AI成热点了。 他说林响要专注,AI,最后又发现主力PC业务逐渐示威。 有人说,林响雄风不在,光环退进,而且今年来,林响集团的业绩表现的确不尽如人意。 今年6月林响被第二次从恒生指数成分股名单中踢除。 恒生指数是全球五大股指之一,也是香港最重要的股市指数。 香港恒生指数每季度进行一次成分股扫折。 联想集团于2000年首次入选恒生指数。 2006年一步达标被踢除,2013年3月第二次入选。 2018年6月根据计算,第二次入选成分股以来,林响集团股价下滑56%,市值缩水58亿美元。 还好,如今,林响再次夺回全球PC第一的宝座,但今的消费电子业已经发生发现腹地的变化。 显然联想原本的两大蜘蛛应物,PC和手机,已不能满足这个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,杨元庆已意识到这个问题。 她表示,林响将加快在新业务领域转型,未来加强在网络设备、存储设备方面的能力。 杨元庆一再强调,林响的新篇章已经开启,新时期的新挑战,杨元庆能否带领联想教书漂亮的成绩单,不妨沉默以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